以前我總是覺得神很好 然後祂是良善的 祂是願意祝福人的 但我不一定會被祝福 這樣的一個信念好像 就在我心裡面蒙上一層的帕子 去年5月的時候去檢查 醫生跟我說了 右側的髖關節缺血性壞事 我那時候覺得 醫生你沒有搞錯吧 怎麼可能 我沒有喝酒 我沒有打內褲醇 我甚至沒有外傷 為什麼我的骨頭會這樣 我努力地祷告求神移治我的骨頭 因為我不想那麼早就換人工關節 但我沒有想到的是 7月回診的時候 醫生跟我說 你這壞的速度有點快 要換人工關節了 手術雖然很順利 然後我住了一個禮拜也順利地出院 然後回家之後 我就不能動 我只能大部分時間躺在床上 我覺得那個時候覺得 為什麼神你那時候不遺致我 不管如何向你來呐喊 如何向你來大喊 甚至是埋怨你 你都沒有回應我 我就只能接著遊戲去 讓我快點度過這個時間 然後我就每天玩遊戲 玩到有一天膩了 然後開始就是看 我女朋友傳給我的講道影片 然後有一天 我打開了一個講道 然後我就聽 就聽到有一個會眾問神說 神啊 那個人是我的交往對象嗎 然後神跟他說 孩子 我愛你 然後又一個人問神說 神啊 那份工作很好 他心智待遇都很不錯 我應該去嘛 然後神對他說 孩子 我真的很愛你 然後當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眼淚就流下來了 我開始就放聲大哭 我覺得 神一直在等我 但我一直背對著他 我覺得那時候 他醫治我才是最好的 我可以回去工作職場 我可以馬上健康 我可以去服事 但我的心 我的靈卻沒有被神給轉化 然後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開始有聽到聖靈在對我說話 他對我說 孩子我給你的才是最好的 我不給你的時候 並不是不愛你 因為我也知道 在後面的才是你最需要的東西 然後神開始轉化我的核心身份 我是神的寶貴兒子 是其他人無法奪走的 以前我在親近神跟QT的時候 我總是帶著一個目的性的去等候神 神你今天要跟我說什麼 神你今天要給我什麼祝福 我一直在跟神求 跟神要 但直到 我在床上不能動的時候 我並不是在求了 我是來跟神說 神我就在這裡 哪怕你今天沒有跟我說話 但我要讓你知道 我是愛你的 我要來尋求你 然後直到現在我才發現 我扣門了 神就在裡面 然後尋找了神就讓我看見 感謝神那時候沒有照我的期待來引致我 雖然那時候我覺得那是對我最好的 但神給我最適合的 祂不離棄我 甚至要跟我建立更美好的關係 將一切的榮耀送贈都歸給神 那麽 祂不離棄我 那麽 那麽